这是一厢被诅咒的金币 偷走它的人虽然平时看着正常 但只要站在月光下 就会瞬间原形毕露 尽管这群人因此有了不死不灭的能力 不过他们的感官也被剥夺 一切味觉与生理刺激都化作飞灰 虽然都还活着 但他们却生不如死 而想要破除诅咒 就必须将偷走的金币全放回原位 血战血长 于是 作为海盗的他们拍着恶名远洋的黑珍珠号出发了 所到之处寸草不生 在长达十多年的时间内 他们已经将金币集齐了880枚 只差最后一枚这群人就能恢复正常 而这枚金币比试正在白富美小花的脖子上 这天 英国海军上将哈林正要举行加冥仪式 为了与上校更进一步 小花的父亲决定撮合二人 尽管小花对驻舰师威尔更有好感 但负命难为的 他只能先穿着束腰礼服来到加冥现场 与此同时 一个神秘男人登上了港口 他就是鼎鼎大名的捷克船长 是臭名昭著的海盗船 黑珍珠号的前任船长 由于不够贪财被手下背叛 还曾在荒岛生存了三天三夜最后逃出生天 但如今的他已是孤家寡人 而他此行的目的也很简单 这船长的名声需要维持啊 勉勉强抢开艘军舰吧 然后去找背叛他的大副巴伯萨狠狠报仇 抢回自己的黑珍珠号东山再起 尽管开走军舰很困难 但机会是说来就来 白富美小花因为束腰里浮船不过气坠入大海 杰克二话没说直接冲进海里 很快将他救了上来 看到小花脖子上的金币杰克正要询问 哈林就带着手下将他团团围住 这外形一看就是海盗吗 说着就搜刮了他的全部身家 一个东摇西晃的罗盘盒只有一颗子弹的猎枪 不过杰克可不会束手就擒 作为一名机智的海盗头子他挟持住小花 一番操作后成功逃脱 进入了威尔的助剑铺 连加路窄 威尔恰好回来了 心思缜密的他很快发现杰克 并和他展开大战 刀光剑影纠缠不下 而威尔的罪汉师父醒了过来 直接给了杰克一酒瓶 然后将杰克抓入了大牢 晚上 平静的海港一片祥和 随着一声炮响这种平静被瞬间打破 黑珍珠号来了 船上的海盗们冲上了岸 在海港周围开始烧杀抢掠 被诅咒的其中两人嗅到金币的气息 一路找到小花将他带上了船 为求自保小花特意说自己姓杜娜 这是威尔的姓神 这块金币原本的主人也是威尔 而威尔也正是黑珍珠号上 老船员杜娜的回血 是巴伯萨他们要想解除诅咒的必要条件 于是 心想着一件双雕的巴伯萨带着小花就走了 只剩下岸上的威尔担心不已 为了就会暗恋对象 威尔跑入大牢放出杰克 因为只有他知道黑珍珠号的动向 杰克听到威尔的姓氏满口答应 在二人流畅的操作下 他们在党口成功开出了一艘军舰扬长而去 随后他们来到一个三不管地带 两个人的力量太小 他们必须扩大队伍 凭借杰克出色的人际关系 一群水手很快被他内入麾下 当然水手全是老弱病残 身材矮小的侏儒 火爆脾气的杰克情人 瘦骨灵巡的老头 一语不发的哑巴 虽然很不堪 但杰克也没办法只能将就着 带着他们上了寻找黑珍珠号的路 而小花这边 巴伯萨为他准备了丰富的美食盛情招待 看到小花狼尊狐咽的样子 巴伯萨羡慕的直流口水 因为那个诅咒他都十年多没这样 不过还没等他敢砍完 他就告诉了小花要拿他当祭品试试 害怕的小花转身就跑向家板 但眼前的景象却把他差点吓死 这个海盗船长走到月光下瞬间陷出原形 森森白骨暴露无遗 只因这艘海盗船上的他们 偷了一项受诅咒的精力 看着眼前的活死人军团 小花差点没吓死 他原以为自己只是上了艘海盗船 结果居然是一艘鬼船 但他也无可奈何 只能被这群怪物带到一处满是财宝的洞穴 交出最后一枚金币 再献祭出他的鲜血 解除他们身上的诅咒 再将他的鲜血滴上金币后 这群怪物激动极了 这一刻 他们已经等了整整十年 可过了好久 他们身上却并没有发生什么转变 巴伯萨朝着船员开了一枪 那船员居然啥是没有 愤怒的他转身质问小花 他到底是不是老船员威廉杜娜的后代 这时小花反应过来了 一掌将他打翻在地 而这一幕被藏在石头后的威尔和杰克看到 威尔觉得杰克一定是在利用自己 一掌拍晕杰克后 他偷偷跑到了小花的身边将他救走 带着军舰上的水手们直接跑了 船上 小花告诉威尔 那块金币本就是他的 他原本的身份就是海盗 小时候海军们发现威尔使他看到了金币 为了不让海军以为威尔是海盗 他才把金币带走 而彼时的巴伯萨发现小花逃走了十分生气 抓住晕倒的杰克就追了出去 为了逃跑 他们将船上的重物全都抛入大海 可这根本无济于事 就在黑珍珠号即将追上他们时 他们决定输死一搏 不过双方实力差距太大 没一会就将他们全员俘虏 准备将他们全部干掉 情急之中威尔说出了自己的身世 希望巴伯萨能放过小花 但是巴伯萨假惺惺地答应后 扭头就把杰克和小花放住荒岛 不甘心的小花想要活命 想让杰克讲讲以前是怎么从荒岛突围的 可杰克扭头就掏出了几瓶好酒 看吧这里是酒贩子的酒窖 我以前吹了两具牛就跟他们走啊 反应过来的小花想着 原来你的传奇故事就是吹牛啊 第二天就把杰克的酒全烧了 滚滚浓烟很快引来了皇家海军 找了小花许久的哈林上校本欲返程 但小花已愿意和他结婚为筹码 要他出兵拯救威尔 未婚妻都发话了哪有不去的女 于是他们很快来到了巴伯萨们的驻扎地 而杰克此时提出了建议 自己先进去让巴伯萨们先破除诅咒 他们则在门口准备伏击 可怜的哈林还觉得杰克的想法不错 殊不知自己已经掉入了杰克的陷阱 很快 杰克独自进入了洞穴 看到海盗们正准备干掉 威尔他飞身上前解释道 外面已经被皇家海军包围了 你们现在解除诅咒出去也只有死路一条 不如暂时先等等 凭借不死之身去干掉他们抢他们的军舰 建立一支专属海盗的军队 再回来解除诅咒不是两全其美 巴伯萨心动了 叫着手下说干就干 幽暗的海底缓缓走来一群人意 仔细一看这哪是人 分明就是一群骷髅海盗 而他们前进的目标就是这艘海军战舰 还没等船上的士兵反应过来 骷髅海盗们就上了船 开始了疯狂屠戮 就在他们即将全军覆没时 一道钟声随之响起 还在准备伏击的哈林上校这才意识到有老六 于是他率队立马杀毁 小花也趁乱重新溜进了洞穴 正好看到杰克和巴伯萨两个船长在激战 几个回合下来 杰克一个不注意被巴伯萨一刀刺进肚子 月光下 杰克居然也变成了窟窿 原来 在杰克刚开始和巴伯萨谈判时 他偷偷地顺走了一枚金币 受到了金币的诅咒 成为了活死人中的一份子 小花顾不得多看 与威尔展开佩格 很快击败了洞内的其余小弟 只剩下巴伯萨一人 为了宣泄夺船之恨 杰克射出了那枚留了十年的子弹 巴伯萨正准备嘲笑他这样是没用的事 杰克却微微一笑 等巴伯萨扭头一看 威尔已经将金币和血放进了宝箱 诅咒也成功解除 而他的不死之身也不复存在 被射的地方喷出了鲜血 他的活死人军团也瞬间变回人身 被赶回船的海军们悉数消灭 至此 这群无恶不作的海盗全军覆没 杰克则因为各种罪行被送上了绞形台 关键时刻 威尔成功救下杰克 但很快二人就被逼到悬崖边 杰克飞身一跃成功逃跑 小花则在紧张时刻站了出来 跟父亲还有上校表明了心理 自己只喜欢威尔 坚韧的目光让上校最终选择了成全 而杰克船长则登上了他心心念念的黑珍珠航 开始了他新的冒险之旅 加勒比海盗 第一部的故事就此结束 但杰克船长的故事并不止于此 不知道观众对影片有怎样的看法 欢迎各位在评论区积极讨论